为什么别人都是越玩越牛 我却是越玩越菜呀 好歹我也是上过无敌战神的男人 为什么会被爆炸猎公给杀死呀 我也是服了 狗又狗不住 刚又刚不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再来一把 这把要是吃不到鸡 我直接把这个游戏卸载了 现在我的段位才不朽星钻五 都这么难打 要是我打到荣耀皇冠了 那可怎么了得呀 难道到时候又得请代打吗 我不要这样 这样太丢人了 还是老样子 落地空车 然后远雷航线打野 在打野的过程中 也是杀了一个人机 但是这个人机也是把我吓个半死 实在不明白 这个人机为什么会跑到我的怀里 发的也差不多了 现在开车进圈 突突山再圈 咱们还是去突突山吧 看这把能不能在突突山收到人头 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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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赶紧走赶紧走 轰炸区轰炸区 现在第三个圈马上就要刷出来了 我们看第三个圈刷哪 刷废墟那边了 我们开车进圈吧 哎刚才旁边的树下 是不是有个老六啊 转回去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老六 哎呦还真是个老六 是个会开枪的老六 这个人有魅控你敢信 还三头三甲呢 为什么他这么肥啊 继续开车进圈 这个人拿的是狗杂 我们还是玩一下狗杂 现在我们开车来这个石头后待着 这里就是我的点位 一般都是还差一二百分的战神局 我才用呢 没想到现在新钻局我就用到了 这还有个新车 我给他控一下 给他放这里吧 两辆车不要放一块 这样就算有人来忙我的话 我也有两条退路 现在第四个圈刷了 我不再圈 而且最可怕的是 场上竟然还有22个人 这个圈我该何去何从呢 哎看见教堂有个人 他好像在那干拉呢 哇这个人嗅觉好灵敏啊 直接就跑术后了 也不给我偷他的机会 先假装开车走 一定要让他看见 然后赶紧偷偷他跑回来 哇这也太可惜了吧 这个人是想找车的 我们先把这个车开开修了 然后现在开车过来卡他一下 不是吧 星断局的人有这么难杀吗 哎呦哎呦 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快走快走快走 先不管那个人了 赶紧进圈 这个人怎么没有开车呀 赶紧找个位置 补一下状态 现在第五个圈已经非常小了 而且常常还有13个人呢 最关键是我还不在圈 哎不知道去哪 咱们还是来山头吧 怎么哪里都有人呀 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下不了车呢 刚才第一波怎么回事呀 怎么下不了车呀 吓我一跳 差点要因为这个死了 这个点不错 我们待会就在这里待着吧 第五个圈即将刷完 我们看看第六个圈 他刷在哪 先卡一下圈边 看看圈边有没有什么 伏地魔老六啥的 还好还好 第六个圈离我挺近的 我的天哪 这独外怎么还有人呀 还是一个红色蹦蹦应该是个高手 防区的人要动了要开车进圈了 哎呦我操我身后怎么来人了 我好像被夹击了怎么办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我去这个局真的是不敢贪人头啊 人头一贪点位立马就被人抢了 太难打了太难打了 第七个圈刷了我不再圈 身后这个人应该不知道我的位置先不要漏 完了他起烟了他起烟的话很有可能在烟雾蛋里看见我 然后一波高打地就把我给杀了 所以说这把我们主动出击 先扔一个燃烧瓶也不知道烧没烧到反正就是上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这个人滑身上的被我用投掷物从破顶一直避到了破下 这个人心态肯定炸了心想这都决赛圈了怎么还有轰炸区呢 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又差一点上断呀